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夏天来来啊 看这个荷花和菱角 夏天来啦 一别树月 再来已是盛夏 走到毅厉的山路 苦当得失了 和上次独享整个湖不同 远处有一群人正在单队钓鱼 当地的村民对这个钓鱼拿相机 颇为反感 起因是由某音鱼主播来空军直播 给村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困扰 飘锅自认是个无毒无公害的钓鱼人 不乱停车也不丢垃圾 但为了避免麻烦 可是把相机先收了再说 再开机已经进了小树林 咋这么多玉米就会 有个老哥正在泼下桑拿 简单地打了个招 这康花树 5秒钟 什么的呀 棒棒 棒棒啊 用玉米搞的呀 老哥的户里赫然有两根棒棒 这让小鱼UP心里的酸水直往外冒 不大吧 看着 够两个棒棒 可以啊 这个地方蛮好 这个地方不晒太阳 这一天不晒太阳 就在里 确实有点热啊 这里面 这里面太有过风了 树枝住了太阳 也挡住了风 种树开袭的风险很高 所以这种天气出调 飘孤都会带一两瓶盐气水 有备有化 这个位置是几个月之前就看好了 当时左边这棵桑树的果子还在 现在季节已经过了 但是右边一排的构树正在挂口 很显然 此处应该是鱼加餐的地方 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 不能无脑的钓远 很多时候鱼就在脚下 眼馋隔壁老郭的草鱼 加之这个虎女的骚乎确实比较多 得先涨一波水再说 不然不够强 水比较浅 加之鱼就在下面 所以就不炸 钓耳吧 就速攻加巨无霸 多加点水泡上 放个五分钟 用巨板918收水收大水 就懒得打马了啊 这几款耳料比小奥普有名 不可能是广告 视频里喝个可乐能量广告买 之所以这么开 主要是不想遭罪 多加一份心 多受一份罪 小鱼巨多 所以空军是不可能空军的 先下户 下下机 双超网 挂绳子 一套四连 零零流程 不信你们看 啪 一个盾口 啪 一个冲凑 啪 一个黑飘 啪 一个双飞 简直游手就行 如果你是个小鱼 或者油达食品爱好者 那这里简直就是你的天堂 但飘锅是来拍电视的 钓小鱼狗都不看 现在连小鱼针都认得苏尾了 为了增加几个可怜的播放量 飘锅只能舔着个脸 找隔壁炒了一小把 进通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颗玉米扔下去 啪 一黑飘就动 不带这么欺负人家 联想到刚刚路上的一堆的玉米 这它们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这个绳子放了 多少有点先入为主的意思 炒鱼嘛 咱短肝细线 只能置取 不能硬来 也不知是因为上炒鱼激动 还是动手虚脱 今天这个手就是抖得厉害 以前上鱼也没见这么抖的 直到随便上红尾般一甩 这个手啊 瞬间就稳了 帮你搞一条大鱼啊 毛子 哎呀我以为是抖 一米掉大的啊 只要毛子过压手里也不错啊 好吧 白红尾 弓箱 afft 凉 半个 好 妈的 我有个草菌 忽然觉得挂玉米还挺有意思的 你甚至可以一边摇扇子一边玩手机 要是吊耳晾 今天这个桑拿天才分手不住 按这个多多的姿势来看 肯定是草鱼 虽然没见到鱼只有50%的可能性 我也有百分百的勇气说它是一片草鱼 结果此刻的痛苦面具和优美的中国话很重 也许是天太热了 电池卡住了 拔不出来相机也罢工了 只能换个相机继续拍的 没有广角镜 所以拍出来就这样 照相的话 这位就劳不劳不这样 反正不是黑飘就顶不着 对吧 比如这位红尾 你给它劳不个顶不着 那就对了 爱不得不太远吗 我觉得很迷惠 很迷惠 很迷惠 这是北日米的林ody 这边就是白飘 它是在红尾 如此多的汴 这个出水岛 所以手稳的一批 这个出水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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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今天的烧干鱼 红尾一条 两条鲤鱼一样长 两条红尾也差不多 上了有什么东西 我发过来 我拿上来 我以为你上鱼了 我以为你上鱼了 确实是 我搞那个荷叶做 做蛋 再搞一下就要中暑了 两个钓鱼里面不同的人 才此刻达成共识 今天每月尽兴 炒了个大炒炉 下次再来 来抓炒炉 炒炉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